有一個醫生說的一句話 覺得發熱門診才是真正的戰場 衝在最前面的 真是槍林彈雨說的一點都不過分 因為這種槍子彈你是看不見的 我是運營醫院武漢協和醫院發熱門診的一名護士 因為要看別的病 必須先要排腸新冠這個病 然後腸出來 把腸毛給他 然後把腸毛吸管給他就可以了 採樣的工作 我們是直接暴露在病人面前 就是看到採了一個菸柿子 這個是比較危險的 因為我們要採了一個喉 就是那個菸部 它被嘴巴打開 然後我們要用棉簽 採集它菸部的那些痰液 每天做的量就是一百多個 像我們平常 我們坐在這裡 這裡一個病人對著我咳 後面一個病人對著我咳 12月31號的時候 醫院把發熱門診啟動了 我們發熱門診一分鐘都沒有停了 任何人真的是非常繁忙的 當時我一個人上到通宵的夜班 可能接診了五十個病人左右 但那第二天就是一百多了 第三天兩百多 三百多四百多 23號封禪的發熱門診病人就越來越多了 八百多 八百多病人就是相當嚇人了 我們把那邊四個診室全部擴充了 腸大門診全部停了 就變成了也是看發熱門診的 那個病人排隊都排在馬路上面去了 好比你要在那個地方幾十米 我跟你兩個人根本就看不到 然後我們要過去就把人都扒開 一個個的扒開 我們那個病人親密接觸真的是 之前的時候這裡 三個每個角落的人都可以滿滿 我們已經有四個人 一二三四個 然後就分診台 我們這個病人都擠得 他們擠得 就是到二個診室那裡了 我們當時生意一般是八個小時 就說時間是定了八個小時一個八米 但是你根本就不能下班 看病也要等待非常長時間 就很多病人情緒非常激動 這裡有一個老太太 她家屬當時陪她來了 非常怕感染 跟她隔得很遠 她說我怕感染了 反正你們護士不怕 我們門診的工作裡面 就沒有跟病人一些生活護理 我們還是上前去 跟她把衣服換她 做這些工作 我們還是看到病人非常可憐 有時候我們就受到委屈 或者覺得很累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不想肝呼善 當這一天真正來臨的時候 沒有一個人退縮了 而且我沒有聽到一個人抱怨 真的是用肉身去擋這些槍鱗 但雨衝到自己前面 因為那個時候那種心情 你就覺得跟病人比起來 你自己的工作 受點苦受點累真的不算什麼的 就是我們基本上 那一個月吃不下睡不著 因為你太累了 你的潛意識裡面 還是屬於高度緊張的狀態 然後我就給我加了視頻 然後我媽就說 夜裡怎麼腫成這樣 臉的眼睛都是腫的 我的笑得開開心心 讓他們覺得還好 我一直都是比較喜歡笑 我當時有一個朋友 他的愛人也得了這個病 他就覺得擔心就擔心了 我說我給你開一個房子 你每天強迫自己大笑幾次 然後看一些搞笑的電視 這筆什麼藥都會好一些 這就是增強自己的抵抗力 自己心態放好的 增強自己抵抗力的話 說明你把它打敗了 你就自己沒事了 所以我每天 就要強迫自己開心一點 不管了什麼事 算了我笑兩下就算了 然後我就把小孩衝到我老家了 她也擔心了 她媽媽你這次好嚇人 她這個電視上面過一會兒就給你 過一會兒就給你 她你是英雄啊 她就說她為我驕傲 然後她說媽媽 我到時候也要學醫 也要去當英雄 我說你不管你以後長大的幹什麼 只要你做好自己的工作 你就是英雄